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消费者是外行 那么消费者是外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消费者所看到的是企业想让你看到的 那么这个想让你看到的实际上就是企业努力 让自己的最长处被消费者发现并认可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会发现实际上是企业 它对于相应的产品以及做了相应的取舍 你看到的都只是闪光的一面 你没有看到阳光下还有阴影 这就是叫传统营销之中 我们说消费者是外行的 因为他不知道这些 他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只是经过包装的 但是在内容营销这个过程里 其实它是发生很重要的改变 就是消费者可能认知到更多人 因为消费者他是通过什么来购买的 是经过口碑验证 所以在这个时候 消费者是把自己认为的优势 不断的进行传播 从而转化了口碑 这就是刚才讲的 战狼为什么越多越好 刚开始可能生意就那样 但是越到后面就发现 海边也多口碑也好 各种正面的能量全出来了 所以内容电商和常规的这种电商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消费者 它发生根本的改变 从消费者是外行 到我们要让消费者知道更多 然后最终由消费者来判断 这件事情是否值得认同 值得相信 所以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评价这件事 比如说口碑 比如说谁来说这件事 比如说信任 载体 它会有很多的评估的标准 但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回到 我们要让消费者知道更多 要让他有更多的感受 要让他有更多的企业 要让他跟我们发生更多的互动 所以前几天 这有一个平台 又得到了阿里的月娥投资 那这就是小红书 小红书呢 它定位上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专利 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定义成UGC加KOL 也就是互动加意见领修 他所做的是跨境的电视 那么现在呢 他进一步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内容输出的电视 他的目的就是 我在这个平台上就能给你带来最好的信任 我能够通过多方面的分享和教育 让我的消费者全面了解一个产生的事情 从而真正的来判断 是不是值得信任 是不是值得想象 所以我们记住 传统的电商和内容电商的第一个不同 要发生改变的地方 就是我们对消费者认知的不同 我们要发生改变 从原先消费者失败上 我们要让他升级为 让消费者有办法认知更多 那么第二呢 这就是传播方式的改变 因为传播方式 它其实决定了我们的传播效率和传播机能 在传统的这个电商里面 它实际上是个单向传播 它所干的事叫力求说服 但是在内容电商里面 我们增加信任 增加信赖 它可以形成互动式传播 所以在这里就像刚才讲的小横树 它的UGC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的过程 我们会发现 为什么大众点评网 它很多的消费者会很认同它 因为我在不知道这家餐厅好吃不好吃 它的东西什么有特色 它的服务如何 它值不值得我去到那地方尝试 在消费者对它一无所知的时候 我信任什么 信任第三方的口碑 信任第三方的描述 信任我们看到的一些实体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传播方式是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在传统这个传播方式里面 它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打怪升级的模式 它传统是什么 从认知到考虑到尝试到重复到升级到系统到喜欢到忠诚到口碑 它分成九个阶段 真正到了口碑这个阶段的时候才是对你的信任 那时候它才会自己主动帮你进行 而没有在达到口碑之前所做的事情 都是我们企业方品牌方努力去向消费者单方面进行传达的 那么这个过程它是具有一定的周期和具有一定的难度的 而如果说是发生互动 那么这个成本会大大降低 这个周期会大大缩短 这个信任会大大增强 那么大家可能也注意到这段时间有一个很火的广告 VR 那贝壳造坊 黄轩来做 那么它这里方用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道具 就是什么呢 运用VR这样一个技术 它能够让很多人说身临其境720度 来看一个房间是怎么回事 然后真正的去体验到这个房子真和家 而不像原先单纯的说 哎呀拍张照片 你看这就是这个房子 那真的是这个房子 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 如果你想要让内容更加有效 你就一定要考虑怎么样去进行互动式的成果 我们能够让买家跟我们有更多的关系 有更多的互动 有更多的口碑 它带来的传播 实际上是裂变的方式来进行成长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所做的内容电商 你要真正的形成你的效应 形成你的规模 形成你的口碑 你就不能只是说单向的去传输 而是要努力去制造互动式的 交互式的传播方式 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改变 那么除了前面讲到的消费者的方式不同 传播的方式不同 那么我们还有很核心的一点 就是产品设计的方式 很多人会说 这东西会有什么区别吗 产品设计不都是同样一个产品 你然后去卖就是了 这其上是一个误区 如果一个产品什么都设计好了 让你去卖 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性 因为消费者不会去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你的这个产品是不是真正被需求所验证 是不是真正被市场所认可 是不是真正的有别区 区隔于其他的产品 是不是真的有竞争力 这不是说你先把产品做出来再说的 而是你要考虑我的需求是谁 我的人群是谁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你为他制定的是一套解决方案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不能够说是可以把产品这个层面 进行一个根本定的解决 从通用型的产品用不同的方式去卖 把它转变为针对特定的人 用特定的产品去满足 你的产品是很满败动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来想 如果说你是一个网红 你的这个衣服你穿着很漂亮 但并不代表着所有人穿着都很漂亮 他的方式是什么 他一定会说 各位宝宝们你们知道吗 我这件衣服特别适合我自己 你看我穿着它在巴黎 这种感觉特别的浪漫 我穿着它在亚维尔 这个衣服特别的舒适 我把这件衣服我感觉它是用了新的 在哪个地方做了什么样的细节 哪个地方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所以这件衣服我很喜欢 这件衣服适合在什么地方应用它 我推荐给你 这是它标准的一个产品设计方式 而不是回过头我们说 金把男装 某某品牌如何如何 不是这样的 它是那种用一个统计的产品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最后你发现这个需求与你其实差别是你 那说到这个产品设计方式不同了 那这地方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这段时间呢 我们在服务一个机器人 那这个机器人呢 东西应该说很不错 很有特征很有价值 但是当我们去拿着这个机器人去找一个更大的渠道商的时候 这个渠道商的董事长就讲了一句话 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差异啊 你这个产品在设计的时候 我认为它就不满足我们的需求啊 那我为什么能够把这个产品卖好吗 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句 你以为你的产品设计了与别人有不同点 但是真正的消费的需求你发现了吗 你洞察了吗 你的这个东西是真正解决人家的需求了吗 并不是 所以很有可能 当你认为我创造了一款奇迹 创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产品 但到市场上验证 有可能消费者说 No 消费者的事才是最关键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要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析 这就是什么 要通过需求去找产品 这个时候产品 不管是它的形态 还是概念它都可以发生不同 这样的产品才是被某个领域 某个人群某个圈子定制的产品 它才有可能真正的被你这样的消费群所建设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中国第一款高端香烟 黄鹤楼1916 那么这个黄鹤楼1916啊 这是中国第一款价格 就一条在1500块钱以上的 那么它当时定价的是1800 这样的一款香烟 那么这个香烟 它为什么会脱颖而出 而且销量极好 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报告性 那这里啊 我们就在讲 实际上它就是被特定的人群 做了特定的产品 那么他们发现 香烟其实在中国 它是有两种成分 有两个价值 一个价值 它是解决人爱好抽烟 这样的一个特定的需求 第二个需求 它实际上是一个交际的工具 所以也就意味着 当人和人见面的时候 马上寒暄一下 顺手就递根烟 我就哎呀兄弟来根烟 所以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是一个交际的道具 那么这个道具 它就要并不是说 我要把这个香烟变成如何如何好的口感 变成如何如何的无害 变成如何如何的 你要把它抽完 不是这样 它只是个道具 那么你在给人家 递一根烟的时候 请问 我过来找某某领导办事 我给领导递了一根大前门 领导什么反应 他会觉得 你这就出去吧 那我如果说 拿了一根烟 这根烟很高贵 很有面子 让他一看 倍儿爽 他什么反应 马上就变了 所以当时在设计这个黄鹤楼1916的时候 就考虑了几个要素 第一 要让他有面子 那这个要让他有面子 他就必须得把价格并高 这是面子最直接的载体 所以一千八一条 两千一条不灵脉 对不起 第二 这个烟的受众者 他主要是高层的商人 官员 好 现在官员不敢抽了 那咱们把它还是当成商人之间 相互交际的一种 必备的道具 拿着这个东西 我是给人来抽烟的 那么既然来抽烟 我又不想来害你 烟里面都有尼古丁啊 那这个东西 我就要在形态上做一个改变 所以这个烟比别人短 这个烟嘴比别人长 这就是在形态上发生了转变 然后回过头再进一步 那好 你是让这个烟也有了不同的地方 你让人也有了不同的面子 你让人也有了不同的价格的感受 那么再知道点故事 好 稀缺 想买买不着 想用用不着 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得到 那好 在圈内迅速就给我上烟 大家都认同 有这么一个高贵的烟 这个烟实际上是专门中的交集 我给你上这个烟 其实就是让你觉得 倍儿有面子 所以 这一种香烟 它们迅速的占据了中国市场 你要是从传统营销角度来说 这是非常不可理解的事情 价格比中华要贵这么几倍 你说烟有本质上的口感上的差异 我觉得没有 那么为什么大家还去购买 还买不着 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 它真正找到了特定人群的特定需求 然后以产品设计为开始 以不同的理念为导入 最后形成了相应的极具发展 所以这一点请大家一定牢记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内容电商的时候 它一定不是说拿着传统的一个产品 就想做出一个不同的结果 而是从产品层面上 一开始就要针对特定的人群 进行考量和设计 所以我们把刚才讲的三个改变 再次重复 第一 我们必须改变消费者 消费者的认知 因为你这个时候不是单向传播 我们需要消费者的互动 第二 我们传播的方式 从单向到互动性的转变 第三 产品设置 发生了改变 从我设置上 让产品 再来去考虑怎么销售 到发现人群 发现需求 找到产品 找到解决方案 它是截然相反的 这样的词物经历 只有这三个改变 确立了我们的内容电商 它才能够更加有效 有序 有结果地被展开 并看到真实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